事件发生在保粮局婴儿组留宿儿童中心 保粮局说社署在今个月16号 同局方展开例行巡查时 透过闭露电视片段 发现一名两岁幼童 被一名幼儿工作员多次推跌在院站上面 保粮局认为行为粗劳和不当 接事职员已经即时停职 不逐约 幼儿入院检查后身体无恙已经出院 保粮局期后再发现 该名女职员事发当日 多次推跌另外五名一到三岁幼童 保粮局报警求助 各名女职员涉嫌对所看管 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 她已经获准保释 下个月初向警方报导 案件交由港岛总区重案组跟进 保粮局会就事件向社署提交报告 社署表示会为涉事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 并密切监察中心运作 同属留宿育婴园的香港保护儿童会同乐居 去年12月也都被揭发多名职员若义 凤凰卫斯记者 王好奇报道